说到香港澳门曾经的那些大佬,香港的三大贼王张子强,叶季欢,鸡炳熊一定是要提到的。 当然,澳门的崩牙居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人物。 不过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想不大明白。 为何张子强,叶季欢最后下场都不好,崩牙居却至今都没事呢? 张子强在江门被捉了,后来被判了死刑。 叶季欢在香港被捉了,后来被判了20年。 叶季欢被捉的时候被子弹打中了脊椎,后来一直半身不随。 叶季欢在监狱里躺了20年,最后还患上了癌症,死在了监狱里面。 崩牙居当年可以说是比张子强,叶季欢还嚣张。 张子强,叶季欢做下了不少大案,崩牙居更是被誉为澳门教父, 他甚至把自己的江湖威风故事拍成了一部电影, 甚至还找来了任达华,跟方重信来演。 其实崩牙居至今没事,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大靠山, 而张子强,叶季欢都是韩匪而已,背后没有靠山。 崩牙居可以安然无事,跟他的大靠山指点非常关键。 许多人可能都知道,崩牙居是澳门14K的大佬, 崩牙居的背后靠山是香港的霍先生。 霍先生不仅是崩牙居的靠山,更是何鸿胜的靠山。 如果当年没有霍先生支持,何鸿胜根本无法拿到赌牌。 崩牙居出生于澳门的一个贫穷家庭,他很早就辍学了, 然后到社会摸爬滚打。 当时,崩牙居在澳门做黄牛,倒卖戏票来赚钱。 崩牙居当时才16岁,挣到钱之后就买了一辆摩托车, 因为开得太快导致摔倒,摔掉了门牙。 于是同伴们就给崩牙居取了这个外号。 后来崩牙居到道上混,并且发展非常快。 到了80年代,崩牙居获得了鸿胜的赏识, 更是一路平步青云。 90年代初期,崩牙居成功战胜了向华强兄弟, 拿到了澳门的蝶马权。 当时为了争夺蝶马权, 崩牙居跟向华强兄弟闹得是天翻地覆。 向华强在90年代初期, 有意进入澳门发展, 并且购买了赌王叶翰的东方公主号赌船。 当年,向华强投资拍摄了一系列的赌片, 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最终,何欧生出面调停, 把蝶马权交给了崩牙居。 有了蝶马权,崩牙居的事业如日中天, 财富也不断暴涨。 蝶马生意几乎是一本万利, 靠着给赌场介绍客户, 赚取赌场的返点。 1997年之后, 张子强,叶祁欢等人相继落网。 不过崩牙居却依然没事。 这个时候,何欧生已经看清楚形势, 他自己也决定跟这些道上人物划清界限。 崩牙居作为何欧生的头号, 何欧生也希望崩牙居可以全身而退, 而不是步入张子强等人的后尘。 崩牙居跟张子强也有一段故事。 当年,张子强曾经在澳门豪赌, 当时刚好碰到崩牙居, 两个人在赌气, 一个人买妆, 另外一个人就买闲。 最后一把, 张子强引走了崩牙居几千万。 崩牙居气不过, 于是就派手下去找张子强, 把张子强引走的钱截回来。 张子强自然十分生气, 他是天不怕地不怕。 于是,张子强就找到了同伙, 计划绑架崩牙居的妻子。 不过崩牙居手下人众多, 他一直派人保护自己的家里人, 让张子强没有机会下手。 同时, 崩牙居还派人去对付张子强。 张子强神龙见尾不见手, 十分难找。 不过崩牙居就派人到东莞, 然后往张子强小姨子家, 跟岳父家里丢炸弹。 这个事情张子强知道后, 他知道自己是斗不过崩牙居的。 因为崩牙居人马众多, 自己只有一群亡命之徒, 肯定是斗不过崩牙居。 后来, 张子强就到澳门跟崩牙居认错。 不过, 崩牙居也没有赶尽杀绝, 给了张子强一个面子, 也握手言和了。 崩牙居也知道, 如果真的把张子强这种人给逼急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处, 不过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 崩牙居比张子强还嚣张。 那么崩牙居如何全身而退呢? 1998年的时候, 何无声强在1999年之前, 给崩牙居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里面告诉崩牙居, 赶紧弄点事情进去。 崩牙居知道事情严重了, 因为港澳黑道肯定没有前途, 崩牙居马上去香港找到了霍先生。 霍先生告诉崩牙居赶紧搞点事情进去。 不久之后, 崩牙居在澳门警司白德安的车里, 放了一个炸弹。 当时白德安没有在车上, 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不过这个事情把白德安给惹怒了, 白德安马上带人把崩牙居给捉了。 随后崩牙居被告了, 最终因为几件不痛不痒的事情, 被判了14年。 其实崩牙居如果不是先入狱了, 等到了1999年, 那么等待他的就不是14年的牢狱之灾了, 而是跟张子强一样的结局了。 崩牙居得到了高人的指点, 加上他自己也是做事果断, 最终崩牙居逃过一劫。 当然,崩牙居有何欧生跟霍先生支撑, 也没人再去为难他。 2012年,崩牙居出狱, 他也非常聪明, 一直非常低调, 没有重出江湖。 2015年, 崩牙居在澳门为自己的母亲举行了八十大寿。 崩牙居也借着这个机会, 邀请了向华强来参加, 希望握手言和。 最终,向华强虽然没有来, 但是他派了两个亲信来参加。 还给崩牙居的母亲送了一颗纯金的大手套。 同时, 崩牙居还借机邀请了刘卵雄, 梁安琪等商界人士参加, 为自己从商积攒人气。 不久之后, 崩牙居就在澳门进入商界, 而且做的都是正道生意, 承包了赌厅, 同时在内地发展鸿门啤酒, 同时还在东南亚发展区块链生意。 崩牙居现在正道生意是做得风生水井, 再也没有重出江湖了。 其实崩牙居才是最聪明的一个。 当然他可以聪明, 也是因为有大靠山霍先生支持。 如今霍先生已经去世, 何鸿燊也在不久之前去世。 何鸿燊去世的当晚, 已经很久不喝酒的崩牙居喝得大醉, 一直跟身边的人说, 当年何鸿燊照顾他的事情。 可见崩牙居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后来, 崩牙居还想冒险去给洪生送行。 要知道, 崩牙居的对手澳门大鼻去了, 不过崩牙居还是决定去。 当然, 最后何超雄拒绝了崩牙居的好意。 接下来我们来说, 最胖的武打巨星, 洪金宝的近况。 近日, 知名演员洪金宝的儿媳周家卫, 回应洪金宝手术后忽胖忽瘦的问题。 据悉, 68岁的洪金宝, 由于膝盖损耗不能行走, 需要借助轮椅出行。 并且因为洪金宝身材肥胖, 导致治疗膝盖的进度受到阻碍。 因此, 他需要减肥维持身体的健康。 周家卫透露, 他的身体越来越好, 每天断食16个小时, 168断食法。 168断食法即是为 一天之中保持16个小时不吃东西, 剩下的8个小时里, 摄入身体在一天之内需要的基础能量。 洪金宝近期也确实注重减肥, 几次露面都销售了不少。 5月, 他用灵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与洪金宝的合照。 洪金宝脸部瘦弱, 脖子上轻轻突出, 可以看出减肥还是比较成功的。 和早之前, 他被拍到肥胖的模样, 几乎判若两人。 当时洪金宝坐着轮椅, 腿脚不变, 白发满头, 身边的人员陪伴, 需要多人照顾才可以出行。 之所以网友会说他忽胖忽瘦, 和近期的一条新闻有关。 10月16日, 有媒体发布了洪金宝的近况, 途中他戴着帽子, 一手处置拐杖, 一手由儿子搀扶, 肚子大挺, 身材相当肥胖。 不少人觉得他减肥没成功。 不过, 该条动态最后被证实 并不是今年的。 洪金宝如今很少出演新戏, 但他的身体状况始终备受关注, 也和他早年的成就有关。 洪金宝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武打演员, 从小学习武术, 12岁时开始拍摄电影。 他拍摄过大量的动作电影, 如《敌防小手》、 齐晓夫等, 获得过香港电影镜像奖 最佳男主角奖, 亚太影展最佳男主角奖。 几十年的电影拍摄摸爬滚打, 导致他的身体受到很多创伤, 膝盖半月板几乎被磨光。 就算不坐轮椅, 走路也需要靠拐杖支撑。 年近70的洪金宝 晚年这样的状态, 不得不让人唏嘘, 英雄迟暮, 岁月不扰人。 祝愿洪金宝能够早日瘦身成功, 身体健康。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